啊 宋哥 你怎麼被騙呢 我是被那個啦 就是人家不是 家裡有養寵物 應該都會想要請個什麼 對 因為前一陣子 我們家的狗看起來就是很不準 然後就我都覺得 牠那個飼料愛吃不吃 然後我就開始搜尋寵物溝通師 但是我不知道 現在有那種什麼搜尋引擎優化 就是你搜尋一次 你的臉書就會開始跳那一些廣告 全部都是什麼老師 我覺得現在很可怕 是我前天我的朋友的女兒生日 我就去了一家實體店 然後我買了一個玩具 然後那個玩具它有一個品牌 可是我也沒有念出那個品牌是什麼 因為我就是買了兩個玩具 然後事後我的所有的手機 我的IG 我的社群網站就 那很恐怖 可是我也沒有搜尋 我沒有用手機做任何事情 可是妳有拍照什麼的嗎 妳有讓他聽到那個聲音 就是那個牌子 定位 定位有可能 定位 手機 好像真的會聽人講話 會 很可怕 路歐穎妳自己試看看 妳就拿著手機 簡單試 妳就在那邊 沒多久妳就會跳出什麼廣告 要妳去參加法會 真的嗎 對啊 手機線妳不用開通 他就會聽妳講話 妳等一下路歐穎試看看 會 真的會 很可怕 妳知道那個廣告 妳這樣開始看看 妳就會開始被洗腦 妳知道就覺得 真的 妳會點開那個留言 然後我就看有一個什麼 王老師寵物溝通師 我點開看留言 然後他不是就會有什麼 最相關所有留言 最新 那我反正就 那時候一跳出來 一定是最相關的嘛 大家就寫說什麼 沒想到王老師 連貓咪都可以搞定 然後下面又留言說 王老師真的太神了 然後又講 然後沒想到一次來一個小時 改善我們 幫助我們家的狗狗什麼 那一輩子什麼 然後我想說 這個一定要私訊他一下 我要約他嘛 約一個時間 我就按那個聊聊 王老師目前檔期都很滿 那妳想要約什麼時候 我說最快什麼時候 他就給我一個 當個禮拜的那一個週六 我說那這樣是來多久 算十星嗎 他就說 老師的費用是一個小時 隨便妳問 就是幫妳搞定 這一個小時 六千八 然後我想說 好啊 六千八 天啊 很貴 六千幾要問什麼 太貴了吧 孟姨能問多少四首歌 因為我們家的狗 你知道連續兩天不吃飯 然後又那種就是 那種煙煙 那種冰煙 為什麼 妳應該帶他去看獸醫 他就沒病 我感受到他沒有病 然後我就請那個老師來 那妳是懷疑他卡刀音 我不知道就是 看是要咻咻咻咻 還是怎樣 反正老師來了 那你應該帶他去龍戰士 給他繞箱爐就好了 妳對著妳的狗 拿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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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機就會跳出來 拿摩 拿摩 你下次再一件 你的狗的衣服 去繞那個爐子 讓牠收進了 沒有 不用 妳就抱著狗 那狗都是小狗嘛對不對 去星天宮那個爐 妳就抱著狗這樣就過 然後順時針三圈 妳不要不小心 把牠掉進爐子裡面 來了之後 牠一進來 牠就 牠真的有來 因為這個騙得很特地 牠還來 王老師跟牠的助理 都有來 算貼心 人還是來了 對 牠有來 然後牠就 因為我們家的狗 一看到陌生人是那種 很開心啊 這樣在那邊一直 王老師 王老師這樣子 然後那王老師就說 我一看你們家的小狗 不對勁 我說怎麼了 我說牠最近都不吃飯 然後牠說 妳帶我到牠的飼料盆那邊看 然後一看牠說 妳這個飼料 大小顆混在一起 牠說牠不喜歡 我說牠不喜歡 那牠要吃什麼 牠說牠想吃肉 然後我說吃肉 然後廢話 哪一隻動物不喜歡吃鮮肉 對 然後想說 對 牠看我們常常看我們吃 妳都喜歡吃鮮肉了 牠會不喜歡吃鮮肉 小鮮肉 我就想說 老師好準喔 牠怎麼知道 我們在吃飯的時候 那小狗就一直在旁邊 在那邊等待你知道嗎 然後想說 這個有準這個有準 然後牠就說 妳帶我去看牠平常牠 在家裡洗澡的那個地方 然後就帶牠去看 牠就說 妳這一個沐浴乳是花香調的 我說對 怎麼了 牠說 牠是公狗 牠需要牧籍香調的 牧籍香 牧籍香調 那牠想說 OK 公狗嘛 我說 那既然講到公狗 因為牠到現在還是處男 已經三年 牠都沒有結紮 牠想不想要就是 你知道有個女朋友 討個老婆之類的 可是我跟你講結紮完了 牠們還是會 還是會嗎 有時候男的就是男的 不管怎麼樣 那個老師就是 每次這樣回答 所以牠說妳的狗 顧不得 真的 不是 宋哥 我的問題是 一個小狗想那樣子很正常 你為了這個還花六千八 就有一個陌生人來你家 跟你解讀說 你的小狗為什麼有這個動作 一個小時你要把牠抽到滿 你知道嗎 因為狗會有信譽 對 很正常的 然後我就這樣東問西問 問到後來我就心裡想說 不對 牠從頭到尾講的 我自己都可以解答了 然後等牠走之後 我老公又說 牠說我現在在煮那個 水煮雞肉 我說幹嘛 牠說 你信不信我現在 隨便丟給那一隻狗吃 牠都會吃 我說真的假的 牠這樣一丟 那狗 這樣立刻吃掉 牠說 你是有毛病是不是 花六千八來 然後問你還什麼木質香調 然後又肉的 牠說你給我六千八 你要問任何問題 我都回答得出來 我不只回答狗的問題 我還回答妳的問題 有什麼問題 我還告訴你 為什麼最近妳會憂鬱 就是沒有買包 對 對 我真的就覺得 那個全部都是騙人的 以前我們 不是真的會被洗腦 會被洗腦 以前我們錄影 那時候節目喜歡找這種溝通師 我也常去上這種通告 我大概上到第三次 我就覺得 都騙人 母湯 因為首先狗 狗跟人不一樣 人類大腦的結構可以產生語言 所以狗是只有訊息 它只有訊息 喜怒哀樂 想吃 想睡 想玩 所以他們 他們發出來的是一種訊息 他絕對不會像寵物溝通師 他說 爸爸最近都不愛我了 因為爸爸都在照顧外面的阿姨 他不可能會有這麼 這麼完整的 什麼溝通師會講這種話 都會爆料一些事情 不過我覺得女生有一方面 我覺得也很容易受騙 就是像 我好了 像我女兒 大女兒皮膚很難顧 然後他就是 你知道他就是抹任何那種乳液啊 什麼的 你如果沒有精挑細選的話 他皮膚一下子都是那種 一塊一塊白白 會開始脫血過敏什麼的 那我之前我就在滑網站 因為沒事你就會開始在那邊搜尋 哪一種對小女生的皮膚最好啊什麼 然後我就看到 有幾個那種網紅 他們就是在上面就是寫說 大推這一家的什麼產品 什麼抹上去之後啊 皮膚啊 韓國女星最愛會跟他們一樣 很水潤怎麼樣 那我想說 欸好啊 那就買 我就一次買了一年份 然後買回來之後 我就趕快先幫我女兒擦啊 皮膚什麼的 還沒有兩個小時 他就是開始那種 一點一點開始紅紅紅紅紅紅 那我想說欸 怎麼 感覺怪怪的 我就自己也擦 這樣擦擦擦 我真的也是 就是都那種大面積 然後但我那一天 我又要去工作 整個身體喔 就是東一塊西一塊 我就是又穿長褲 然後又穿長袖 然後我到那個 書化妝間的時候 化妝師就說 啊你今天是怎樣穿那麼多 天氣那麼熱 包那麼緊 我就說我給你們看 很恐怖 那個外套一撩下 他說哎呦啊怎麼 怎麼會這樣子 我說我完全就是抹錯產品 超可怕 所以我後來變成說 我只要 想要買就是 女生抹在臉上 身體上的 我就是一定 就是要有那種 專家認證 所以那我後來 我自己就發現 有 有 有一款那種 就是肌膚的油跟霜 我覺得是 全家大小都可以使用 好我現在來測試 就是一條腿 因為像我自己覺得就是 臉我們其實 基本上大家都顧得很好 可是很容易遺忘就是 身體上的肌膚 尤其現在天氣熱 然後加上年齡的增長 你就是身體很容易 就是那種鬆鬆滑滑 然後會有那種皺紋 撩撩的那種感覺 那像我自己的習慣 我就是會先拿這種 就是像是油啊 它其實就是 身體上 因為身體其實就是說 你我們現在缺的 其實就是一個好油 那像我稱這一罐叫 然後老少少都可以 對 因為它是以那種 就是玫瑰果油等等的 一些比較好的油去萃取 然後下來做主體 那它滋潤度很高 而且它的延展性超好 它很好 好漂亮 然後再來就是 你夏天 感覺是清油 對 你夏天會很怕 清清一推你就整條腿了 對 因為宋哥的小腿 算是一般人的兩倍長 好長 宋哥腿好長 對 你看 我只按一下 我基本上已經都可以 來到大腿了 全部都可以 像夏天我們就會很怕說 就是用到一些產品 它是就是比較黏膩 可是它這個不會 我覺得它抹在身體上 吸收度很好 而且我覺得它的那種 滋潤度也是夠的 它感覺一下就吸收了 它吸收能力超好 而且它其實是 不會完全不刺激你的肌膚 它可以立刻就是 恢復你肌膚的彈性 跟它的防禦能力 重點是它不添加 比如說酒精 人工香精 色素 化學成分 防腐劑 你就等於說我女兒可以用 我也可以用 我老公可以用 你就是全家人 一家大小都可以去用 表示很天然 而且我覺得它的香味 是你去那種SPA店 很療癒 你去SPA店的時候 一進門那種 不會很過度的香 對 它不是那種過度的香 你知道你這樣子磨 你順便按摩一下 你其實同步也是在幫你的 整個一整天的疲勒 就這樣子完全的放鬆 疲勞就疲勞 為什麼要疲勒 就你知道到家會覺得 就疲勒這樣子 就是馬上幫你放鬆 那重點是我覺得它 其實是專櫃的品質 但是它的價錢 我覺得它的CP值 綜合起來是算蠻高的 是親民的那一種 是親民的那個價錢 那再來就是 我覺得有一個小PEBO 我們用完油之後呢 有一罐就是身體的量膚膏 那這一罐量膚膏呢 我覺得它也蠻強的是 我自己的PEBO是先油後霜 你就是這樣子搭配使用 等於說前面幫你 做好一個防禦力 後面再幫你補足 你所缺的水分 其實它的延展性真的 我覺得是滿好的 你看我就這樣子大概 一塊錢銅板 然後我們來看它的延展性 也是一樣 整個 好療癒 還差很多 對 因為它其實就是很多種的 那種天然萃取成分 而且腿變好白 對 然後它底面它其實可以增加 你知道腳後跟也是一樣要抹一下 對 預防一下你的那些乾燥肌膚 淡化你的紋路 還有暗沉 然後你看 它裡面還有添加那種 就是天竹葵的金柚 光這個階段 左腳跟右腳 就有 差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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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多 因為它裡面有添加那種 這兩根腳好像屬於不同人的 對 兩個不同人的腳 那邊很貴婦 好美喔 那邊好像種田 也沒有到那麼 你講得對 我們不要以為膝蓋不用保養 膝蓋更重要 因為跟著年齡的增長 那個膝蓋我看過有些人會用那種皺摺 對 就站起來的時候 這裡有一抖一抖 都很緊張 它裡面是有添加 比如說天竹葵的精油 積雪草的萃取 它其實就是說 它一樣是不添加那種什麼 酒精 人工香精 色素 礦物 油 化學成分 這一些對人體不好的東西 它是絕對沒有放在裡面 就包括那種 有人會在那種 就是保養品裡面加一些那種 對人體比較不好的防腐劑 這個我覺得也是要滿注意的 那它其實裡面都沒有加 那另外就是我個人是夏天 比如說我們一定會穿短褲短裙 你出門的時候 你就這樣子 先油再霜這樣子抹一抹 你看 有沒有 差很多 好可愛喔 對 就差很多 好像妳又穿褲襪一樣 對 就等於說這樣子一直 你看這樣子 怎麼樣照 你就覺得是 很漂亮 好可愛喔 一定不會黑黑的 宋哥妳來分享這個產品 太有說服力了 原來妳就是這樣子 在保養自己的眉腿 當然 就是一罐到底 小孩 大人都可以用 CP值很高給大家 這一罐是真的滿厲害的 謝謝分享 香 OK 來 好的產品是值得推薦給大家 當然 有時候大家看我們節目覺得 邊看節目 邊聽故事 大家可以接觸到一些好的東西 好的東西 有時候大家說要去哪裡搶購 要去哪裡了解相關的資訊 就隨時上 11點熱炒店FB 我們每集播出以後 就會有相關的訊息提供給大家 是的